澎湖空难当中最后一名确认身份的伤者 是人间国宝叶根状的外孙女陈培华 她现在呢人在澎湖的三军总医院急救 婚名指数只有三 陈培华的母校姜华女中 学妹和老师们得知消息都很震惊 也为她及其加油 希望她能够早日脱离险境 雪姐加油 雪姐加油 澎湖空难中最后一个被确认身份的伤者 也就是台湾人间国宝叶根状的外孙女陈培华 因为脑部受到重创 目前还在澎湖三军总医院进行急救 消息传回陈培华的母校彰化女中 老师与学妹们都很难过 也一起为她祈福祷告 空难以后就很震惊 然后希望雪姐可以赶快加油 赶快回来 然后我们在这里大家都会等着她 陈培华的高中导师翻着过去的毕业纪念册 难过的心情全写在脸上 她说空难消息一传出 就一直守在电视机前 很担心认识的人出现在死乡名单上 直到现在才知道自己教过的学生 仍在加护病房与死神搏斗 现在知道自己的学生在里面就很难过 但是她也是少数的生还者 就是祝福她 就是这一关会非常的困难 然后希望她能够撑下去可以挺着 交过陈培华的老师都说 她是个成绩优异的好学生 曾经是班上的国文小老师 与班上同学感情很好 想不到却发生这样的意外 大家都希望她能够早日脱离险境 联合报郭宣文 彰化报道